Amena老师 我们先来进行一个塔罗的占卜 我们就来占一下 我的通灵指数有多高 对 节目进行到这边 相信大家一定都很想要有参与感 或者是我们就透过这个塔罗占卜来看看 我们自己的通灵指数到底有多高 现场这边有五张牌 就是大家由直觉任选一个数字 直觉啊 对 听直觉 好 都选好了 那我们就按照顺序好了 我们就从这个 金城姐还有这个周老师选到的一号来看 如果选到一号牌的观众朋友们呢 我们是通灵能力尚未开发 就是选到这张牌 我们会以为我们是没有通灵能力 他觉得很庆幸啊 我就是个麻瓜 你们讲的我都不知道 对 那像周老师可能就是凭专业的经验 觉得我有这样的一个感应 但是事实上 其实我们有很强大的通灵能力 只要愿意你稍微去多多的敏锐观察一下的话 其实这个选到一号牌的观众朋友们 还有很大可以开发的这个部分 好 金城姐要加油 好 那我们来看 选到二号的呢 有这个 这个冠于老师 对不对 选到二号的 如果选到二号牌的是 情绪感受能够觉察 好 就是选到二号牌的人呢 通常我们不会真的亲眼看到 什么样的一个事物 但是我们就会隐隐约约有感觉 好像我今天出门的时候 我就知道最好往右边走 不要走左边 或者是呢 我要搭某班车的时候 就心里有个觉得这种感觉说 我不要上车 这样子比较好 就是会有这种70分的一个通灵能力 好 接着呢我们来看到 选到三号牌的伊菲 以及这个芷威 对不对 选到三号牌的呢 我们的通灵能力是 各方消息都有感应有80分 好 选到这号牌的呢 其实我们就是我们比较对于什么 那种好像我们说各方各面的那种 可能动物啊或者是这种植物 或者是一些这种各方的消息 不涉陷的都会有感觉 好 而且呢相对于二号牌的话 选到三号的朋友 其实我们能够稍微隐约的 不是很清晰的这种形象 但是可以约略的 好像看到一个模模糊糊的一个身影 这样的一个特质 好 那现场没有人选到的四号 如果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们 选到四号牌的话呢 我们的通灵能力是 仙人讯息接收无碍有90分 好 如果有选到这号 这个这张牌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通常是针对 我们已经过去的主先 或者是一些前辈 他们的这种常常在梦中 或者是一些事件 会给我们一些感应的 好 最后我们来看这个 雪伟哥还有篤灵哥 选到的五号牌 不得了了 恭喜两位了 我只想躲掉了 结果 能够传达上天旗艺 真的通灵能力其实是有100分 就是像我们现在说这个通灵少女 或是通灵男孩 通灵熟男 对 就是这样的一个特质的 就是如果愿意的话 其实常常会 你会感觉到说 我有上天借由我来传达给世人 或者是身边的朋友 一些什么样的消息 好 所以这个通灵的能力 其实是有100分的 提供给大家参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